在春节的时候车流来往多 交通部公路局也提醒民众 容易塞车的路段 以及可以行驶的替代道路 而需要时也可以利用相关的APP 做及时的路况了解 春节车流多 相关单位也特别说明 期间容易塞车的地点 以及可以行驶的替代道路 这个春节期间 北部到东部的交通要到 国五因为会经常拥塞 尤其是会有高承载的管制措施 所以在过年期间 建议大家在国五的替代道路 可以走台二线滨海公路跟台九线 在台二线滨海公路的部分 我们要特别提醒 因为在福隆东北角 这个旅游区 因为游客比较多 收价的时候 遇到跟短途的旅游游客的车潮 经常会在福隆 一直到大理天空庙这边 会造成庸舍 到宜蘭的大理天空庙会造成庸舍 所以如果是国五替代道路 大家要回北部 要回台北的部分 建议大家就是改走台九线 台九线的部分 从头城直接寄到平林 那可以上国五 而国道重点的庸舍道路 还有国三 国三整个庸舍路段 在南下的部分 从安坑交流道 一直到这个大溪 大溪都是一个容易塞着平均点 甚至经常会塞到龙潭 所以大家在这个替代道路部分 可以走台三线 从台三线 走省到台三线 然后一直到大溪 再去上高速公路 那收价的时候 建议大家是说 如果今天要这个北上的部分 可以分流 可以分流走这个台三线 甚至就提前下高速公路 如果今天利用省道 下了之后再上高速公路 可能有杂道移空就不好上 所以建议大家说 如果是要到桃园的部分 从龙潭之后走线到一一二线 就可以直接往北走 那或者是说 我们就是在这个平面道路 直接就不要再上国道了 建议大家 就是还是要避开 我们的这个易庸舍路段 尤其是在连假第一天 还有除夕当天 那尽量能够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或者是说 我们利用这个夜间的部分 养出精神 然后避开庸舍的路段 而到时候 若想要了解及时的路况 民众也可以下载高速公路1968APP 以及幸福公路省道路况APP做了解 记者沈志愿 林佳珍新北采访报道